陈飞宇和欧阳娜娜曾合作逆过9月29日,有网友在朋友圈爆料车,在法国某百货公司偶遇陈飞宇和欧阳娜娜,但并没有拍到童话图。 该网友称,和朋友在店中闲坐时,先是看到了陈飞宇,随后又看到欧阳娜娜,但欧阳娜娜助理看到网友几人,就将其拉走,因此网友称,自己没有来得及拍照。 三十日下午,有网友晒猪二人同广图,从图片中看,陈飞宇身穿蓝色格子衬衫,欧阳娜娜头戴红色鸭蛇帽,二人一同和一位男性正在交流着什么,这片也印证了此前网友所说两人法国逛街的说法。 欧阳娜娜娜与陈飞宇法国逛街,被拍网友爆料九月十日,网网陈飞宇而取关欧阳娜娜娜,但微博仍然互相关注,免发网友热议。 而后,欧阳娜娜与陈飞宇,身穿同款军绿色夹克登上热搜,被认定为是同一件,一次恋情曝光,而近日,两人均在法国巴黎参加时装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